中国不应该 当我踏上加拿大飞机的那一刻时 我就告诉自己 我要把 嗨,大家好,我是榴莲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我平时分享榴莲和美食这些内容 但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 我的戒烟之路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戒烟非常的难 甚至抱着有怀疑的态度 戒烟真的可以成功吗? 现在已经是我戒烟的第三个星期了 完全没有抽烟的冲动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希望可以帮到想戒烟的朋友们 第一,我们要想戒烟的动机和结醒 戒烟的动机和结醒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想知道,戒烟的路上 其实充满的挑战 但我今年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愿望 就是把烟戒掉 我希望自己更加健康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 大家想想 每抽一根烟 每抽一根烟 都是伤害自己的健康 那钱也烧进了烟雾里面 钱也烧进了烟雾里面 真的是一点都不值得 下定戒心要戒烟的那一刻 我告诉自己 从今天开始,戒不再喷一根烟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改变环境 从马来西亚到加拿大的戒烟策略 改变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想要戒烟成功 最关键的第一步 就是改变自己的环境 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从马来西亚飞到加拿大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样做可能会夸张一点 但这个改变真的带来很大的帮助 到了加拿大后 我身边没有原来那些抽烟的朋友 身边的环境也变得完全不同 这里的气候寒冷 外面的抽烟环境非常的恶劣 根本没有想要抽烟的那种气氛 这样的环境的改变 让我戒烟的激励 提升了50%以上 在加拿大,户外抽烟的体验是非常的差 尤其是在冬天的寒风刺过 根本没有享受的感觉 只有一种被折磨的感觉 有抽烟这件事在这样的环境下 抽烟这件事在这样的环境下 根本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再加上这里的禁烟政策非常严格 公众场所几乎都禁止抽烟 当然,环境的改变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内心的决心和意志力 每当我有一丝想抽烟的那种念头的时候 我会提醒自己 烟草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 而且代价不菲 在加拿大,烟的价格非常的高 每抽一根烟都是浪费钱 长期下来真的是很不划算 而且当你想到那种烟味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很臭 完全不想再碰 那种感觉慢慢的你会对烟呢 那种依赖越来的越弱 而且对不抽烟后的清新空气 越来越喜欢 只要你坚持 你会发现 戒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 你的意志力 你的信念 才是你真正让你成功的关键 中国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因为抽烟而失去了生命 请把它转发给你心爱的人 让他戒烟吧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